家人们好,今天教您调个东北大冷面的汤汁 自己在家也一样做出一碗嘎嘎好吃的大冷面 喜欢的家人随着视频往下看吧 首先冷面放在盘里,提前给它泡上15分钟 碗中放一勺白糖,半勺白醋 糖和醋的比例是2比1,放少许的盐,生抽 倒入晾凉了凉白开水 来点老抽调色,这个雪碧你得倒里一点 那小味儿腿下就上来了 再来点熟芝麻,少来一点蜂蜜 能吃辣的再来一勺辣椒油 咱们给它化开调料,将汤汁给它搅拌均匀 放入冰箱给它震得拔拔凉的 提前泡好的冷面,咱们水开下入锅中 小火慢慢的煮,大约煮一分钟左右 咱们给它捞出来,一定要放入冷水多冲起两遍 给它冲的拔拔凉的,那才好吃呢 控烤水分的面,咱们给它放在大碗里 再倒入冰镇好的冷面汁 上面再放点柿子,香肠,黄瓜丝,香菜段,煮熟的鸡蛋 吃冷面这个辣白菜是灵魂,一定要放里一点 这一碗东北大冷面就做好了 天气没胃口,咱们吃上这碗大冷面,开胃又结束 喜欢的家人,双击收藏,动手试做吧 感谢您的观看,咱们下个视频见